好帅 画面现场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 举办的《眉来眼去》媒体素养成果发表 台师大大传所教授陈炳宏表示 感谢中家宽平的大力赞助与支持 媒体素养教育活动推广计划 今年透过多场公私立大学课程补助 讲座与营队等面向的推广 让媒体素养的触角扩展到更多地方 在中家集团的协助之下 推动媒体素养 那我们希望这个工作可以很顺利的进行 那要很感谢很多参与的 我们这一个这一年来总共补助了31门的大学的课程 所以后面有一些老师很热情的出席赞助 那有一门高中的为课程 那我们总共有办127个大学跟高中的讲座 大概有4000多人次的参与 那我们还有三场的营队 还有六场次的读书会 还有六场次的公用频道禁用的影音产制内容 后面有好多朋友是参加这一次影音活动的产制内容 总共产制了50部影片 那成果相当的 我个人相当的觉得还蛮欣慰的 中家集团全省有12家的有限电视系统 的确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扮演这个重要角色 我们在各地其实都怎么讲 这几年来其实我们透过各地的系统 我们进入社区宣讲等等 我们也感受到就是说 可能老人家长辈 尤其长辈 他们每天 以前我常会接到可能爸爸妈妈寄来的那个 很多的讯息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那透过这几年的推展 我感受到他们已经 至少先查核 或者是不是立刻就转给别人 他们已经渐渐知道讯息 不一定都是真的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不容易哦 我们也很感谢就是有秉宏老师的这个指导 他算先行者 所以他刚刚有说 的确因为这个台师大 秉宏老师这边的多年耕耘以及推广 很多大专院校也开始投入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就是说他的正向力量会透过更多管道 更多学校发展出去 那不过秉宏老师是先行者 也是非常有创意的 他针对明年度的这个提案 我们也有一些讨论 那我相信明年度一定会更好 其实现在的选民或民众啊 越来越耳聪目明 好 越来越可以圣诗明辨 那这真的就是要感谢 每一位在投入在这个媒体素养 工作里面的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中家啦 包括我们秉宏老师 包括我们今天在场的老师们跟团队们 那因为你们的这个努力 对媒体素养的投入 所以我想台湾的这个民主社会 我们的民主才可以更健康更成熟 所以要谢谢大家 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经费补助 这个桌游其实不太可能到东部的偏乡 来进行这样子的课堂设计 所以我想我们真的非常感谢 这一次的经费补助 其实不只是学生受贿 我想东部的非常多的家长 也在这个脉络里面 因为这个整个课程能够得到全額补助这个部分 一起在这个经验里面 受到相关的媒体素养的这个训练跟赔力 这次有这么多资源可以用 然后邀请到的讲座 老实说因为我都要请同学们写心得 那同学每次看到同学们的心得 我自己都觉得好感动 跳出学校的框框的那些资讯 我觉得对学生来说 那个成长跟冲击其实更大 此外有鉴于公用频道的知晓度仍有待提升 今年台师大也攜手中佳 透过世界咖啡馆 影像工作坊与焦点座谈进行宣导 吸引近200位民众 合作产制出50部影片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坊 其实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幻的旅程 为什么这样讲呢 其实这个是从高雄到台南 到新北到台北 然后基隆 但是我们又往回到了桃园 这六个县市 这六个县市 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坊 其实我们真的是产出了 哇这个非常非常丰富的 就像各位刚才看到 50支影片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 还是要真的是感谢中佳 那就是说以前真的不晓得 什么我们只知道公共电视嘛 对不对 谁知道公用媒体啊 这是因为参加的这个活动 我们才有这样的概念 而且呢 刚刚讲说那自媒体啊 就是说你怎么样拍影片呢 我们也是因为呢 这一个 有这个机会呢 就是多学一点啊 我甚至拍了我的第一支MV 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你知道吗 就像是刚刚老师所提到的 其实这一切并没有这么难 如果你敢去做 你做了第一步之后 万事起头难之后 你踏出了那一步 你就可以接着聚意做下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 我们就希望 人民只剩下一点点 可以尽用媒体的权利 刚刚有一位先生分享的就是 那个就是我的意思 就是英国海德宝 海德公园的肥皂箱的概念 每个人都应该透过媒体 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而不被任何的 不当的力量所影响 因为你在YouTube 你常常会被下架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 一个媒体禁用权落实的 那 所以我们明年会更努力 然后在中加的协助下 我们会更努力的 去做这件事情 台师大今年也在推出 假新闻查核 与媒体禁用权为主题的 媒体素养桌游 提供民众免费下载列印使用 民众可透过台师大 媒体素养教育基地 活动推广计划的粉砖 申请电子档 免费列印试完 成果发表会中 台师大也邀请 中加宽平 双北系统台总经理徐雪林 与中加宽平 北建总经理徐巧妮 分别进行摸彩抽奖 让获奖民众相当开心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中加宽平台老师大也邀请 装田 靠继平台 甚至颤白